自从宰相这个职位 被开国皇帝专章强制退群之后 取而代之明朝就是内阁首府 宰相和内阁首府 在明朝中后期以来 都是朝廷的二八手了 但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这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什么呢 行使的权利是不是合法 宰相肯定有他自己的权利 而且他的权利还特别大 比如皇帝的诏书和任命的官员 必须经过宰相的同意 他批准的签字 这才能生效 如果宰相认为皇帝的诏书有问题 甚至可以驳回 就算皇帝不喜欢某个宰相 很多时候他也只能忍了 因为皇帝你即使现在换了一个宰相 后面那个宰相他还有这个权利 明朝的内阁首府就不一样 他的权利全部来源于皇帝 他是通过代替皇帝处理张奏批示 才获得的票理权 也就是说首府这个位置你要想坐得稳 你必须要抱紧皇帝这个大腿 但张居正他当首府的时候 小皇帝万历才十岁 他不管事 如果想使自己的工作顺利开展 张居正就必须和另外一个人搞好关系 那个人是谁 那就是万历小皇帝他母亲 李太后 一位是二十多岁的美貌太后 一位呢是正值壮年的帅气大叔 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这集就要聊这个事 我们上一集说到 这个高拱原来的首府被驱逐了 张居正呢就替代他 做了当时大明帝国的首府 但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啊 说几句实话 他的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放松 反而是什么感觉呢 战战兢兢 如蕊波冰 首先龙庆帝和高拱 他们这一对师徒呢 给大明王朝留下来的是个什么呢 是个烂摊子 当然了 这个明帝国的政治啊 经济啊 军事等等方面 这些烂摊子呢 绝对不能说 是龙庆殿和高拱两个人造成的 就是他们前期啊 几个帝王和那些大臣 积累下来的这种弊病 高拱呢 实际上这个人也是个能臣 他当首府的时候呢 对于改变这种局面呢 也没起到太大的作用 基本上呢 他那些政策啊 都是属于拆东墙 不锡墙 就没能从根本上 解决明朝的一些政治啊 经济军事问题 就在高拱被逐出朝堂的时候呢 明帝国的国家财政 这个时候已经空虚到了极点 当时那户部啊 连一点多余的银两都没了 当时就连公务员 这工资就即将发不出来了 其次呢 高拱这个人呢 又一直喜欢结党 搞小圈子 当时明朝整个官僚队伍当中呢 等于是逐渐就形成了一种党争的风气 这种现象 我们要知道 比那个财政上那种漏洞更可怕 我们想一想啊 无论是先前唐朝还是宋朝 党争最后的结果啊 都是亡国 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呢 都是张居正需要面对的 都是难题 第三方面呢 在这高拱被驱逐之后 张居正也发现 少年天子身后呢 占了一个非常强势的母亲 当然了 这个李太后虽然强势 但他内心深处呢 肯定是有那种无助的感觉 所以呢 在驱逐高拱的这个诏书里 里面才有 就是以他和陈太后的名义 说的那句话 我母子日息京剧 日息京剧四个字呢 虽然说还有些夸张 还是博取同情的意思在里头 但李太后当时那种无助的心理 还是明明白白的表现出来了 张居正呢 还真对症下药 他首先呢 就要把小皇帝的生母李太后 从情绪上安定下来 在这方面张居正就比那高拱聪明多了 龙庆帝死之后呢 当时高拱的心中 宫内那些太监啊 什么皇后啊 贵妃啊 那些人根本都不是当务之急 他就根本没想到 实际上 作为最高权力 小皇帝背后的任何权力 任何人 对于当时高拱来讲 都应该是当务之急 但是呢 他答应 疏忽了 张居正接替高拱当首府之后呢 就马上啊 做了下面几件事 第一件 就是给李太后上尊号 按照明朝的组制呢 这老皇帝死后 他活着那个正妻 正皇后呢 肯定是称皇太后了 因为新皇帝继位了嘛 李太后呢 你想他是万历帝的生母 他自然也可以成为皇太后 但是呢 这个规定当中有个细则 就是那陈皇后 作为龙庆帝的原配 还是正牌皇后 她称皇太后呢 还要在这个称号前呢 加两个尊字 比如说陈皇后 当时的尊号就是什么呢 人圣皇太后 李太后呢 因为她不是这个龙庆帝的正妻 她呢 儿子是皇帝 她可以称皇太后 但是前面呢 不能加像人圣啊 这样的尊字 就是皇太后而已 张居正一上台 当上首府 大太监逢保 这时候就提出要求了 就说李太后的称号前啊 也应该加尊字 让李太后高兴 对冯保的这种建议呢 明朝的礼部那些大臣 坚决不同意 这种事情呢 我们现在人都觉得太好办了 反正都是虚的东西 人家儿子都当着皇帝了 那李太后当皇太后 前面也弄俩字 弄四个字都行 但我知道 我们中国社会 绝对是个礼法社会 最最讲究的 就是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前面我们也讲过 嘉靖皇帝登基 就为了他死去那爹 这个弄个什么封号 就跟大臣们闹了几十年 从嘉靖皇帝那件事 就可以想见 李太后 他这个皇太后前的 家尊号这个事 在当时非常难办 张居正呢 人就是不同凡响 他就坚持己见 就认为称号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原则问题 于是呢 他就早来当时那礼部尚书 潘胜 就劝他 你一定要解放思想 积极协调 最后结果呢 潘胜也同意 等于是给了个两宫太后 同时都加了尊号 陈太后呢 叫人圣皇太后 李太后呢 就叫慈圣皇太后 慈 仁慈的慈 正是在张居正的主持下 李太后呢 自己也有了尊号 因此这个女人呢 也是非常高兴 对张居正呢 就更加另眼看待 我们由此可见啊 一般两个人相处 刚开始啊 那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刚开始 非常融洽 等于就给他们日后那种合作 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张居正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也挺关键 就是张居正啊 把李太后的心肝宝贝万利地 也当成自己的心肝宝贝 也就是说呢 他和李太后一样 就把当时年仅十岁的万利小皇帝 就当成自己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呢 张居正还主动向李太后提出 这个皇帝的教育问题 由我来负责 而且张居正 你想那什么样的人才 什么样的这个知识学问 他对这个万利地啊 确确实实 能够算得上整个明朝 这一个朝啊 最好的一位老师了 当时对这个小皇帝的教育呢 张居正几乎倾注了 他自己全部的心血 不仅给他小皇帝 亲自编写教材 而且呢 还结合这个教学的内容啊 亲自给他这个小皇帝 画这个小儿书 我们想这种痛爱和关切 那在当时太了不起了 人的感情呢 还确实都是交互的 张居正对这个小万利非常尽心 这个小万利 这个小皇帝呢 他对张居正感情也很深 我们要知道 龙庆帝在世的时候呢 有一次骑马 给这个小万利看到了 他当时就上前拉住马的江城 就说 陛下 您可要小心 我真怕你会摔下来 当时龙庆帝一看儿子 这么疼自己 特感动 就觉得这个孩子 又懂事又孝顺 如今呢 龙庆帝的亲爹死了 因此呢 万利小皇帝 就把先前对父亲那种情感呢 慢慢转移到了张居正 这位首府的身上 有一次冬天了 张居正就给他讲课 小皇帝呢 走神了 为什么走神呢 他倒不是说 想别的玩的什么东西 就是他看到张居正啊 站在大殿冰冷的方砖上 站着给他讲课 就觉得心里呢 很不落人 所以呢 到课间休息的时候 小皇帝赶快 叫那患者 拿了一大块毛毡 垫在张居正的脚下 此情此景呢 张居正非常感动 所以说当时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绝对是情同父子 张居正和万利小皇帝 这爷俩之间这种感情和表现呢 那李太后肯定是看在眼里 也记在心里 由此呢 他就更觉得张居正啊 就是他母子的依赖 因此呢 万利曹最初十年的一切事情 万利小皇帝和他亲妈李太后 两个人啊 这个原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就一句话 凭张先生的意思办 张居正干的第三件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有技巧的迎合李太后的兴趣爱好 李太后这个人呢 还真不喜欢什么奢侈品 兼财宝什么 他都不喜欢 他也不喜欢啊 对自己什么良家人 什么厚赏啊 加官啊 干这些事 那李太后他有什么爱好呢 李太后啊 重信佛教 所以他就会经常去佛寺 施舍好多的这种东西 向佛寺捐善款 实际上呢 李太后这种兴趣爱好 比那真正的铺张浪费还花钱更多 我们想一想 历史上 因为这个宁佛亡国 或者因为宁佛使得国家衰弱的例子 挺多的 张居正呢 就是冰雪聪明 他当然不会用国库的钱 来满足李太后这种爱好 于是呢 他就把本来属于这个 皇家采购公新的 那个宝盒店 划归李太后名下 宝盒店的这个机构 主要是管理皇家的这个财产 同时呢 宝盒店对外也做生意 但是他的这个收入啊 他的这个支出啊 和明帝国那国家财政 根本就不是一条线 由此一来呢 等于是把小皇帝兜里的钱 这个李太后 他们要用的钱呢 放到他自己的兜里 不仅如此 等于还让李太后自负盈亏 李太后方面呢 他自己花完了宝盒店的钱 根本就不好意思 再向朝廷伸手要了 由此呢 就一劳永逸的解决了 这位李太后 因为他宗教爱好方面 所做的这种开支 当然了 为了让李太后花钱啊 什么办事 绝对心安 张居正特别注意细节 但凡李太后新建一座桥 或者新修这个 一座庙吧 因为他捐款嘛 他宁佛嘛 张居正呢 马上就会以朝廷守护的身份 写一篇赞颂的文章 而且这文章绝对是文采飞扬 李太后读了之后 就会觉得自己啊 绝对就是女婆子转世 修庙造桥这些啊 都是为国为民的大好事 由此一来呢 他对这个张居正情感方面的依赖感 那就更强烈了 正是因为张居正和万历小皇历之间 那一层独特的 情通父子的师生关系 当时和后来 也有不少人就揣测 这李太后和张居正 他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层独特的关系呢 也就是说朝野就流传 张居正和李太后啊 最后他们发展成这种秘密情人的关系 这些小道消息 这些八卦 我们都不用仔细想 绝对都是瞎编 根本就不值得一变 别说李太后 包括后来清朝那个慈禧太后 都有人说慈禧太后 什么太监安登海啊 李莲英什么的 都有一甩 还有一个呢 和慈禧同时代的老外 这个人回到国内呢 也写了一本色情小说 一银一大翻 说慈禧和他怎么样怎么样 完完全全都是下边 我们要知道明清时期啊 恭敬森严 张居正和李太后这两个人 根本就不可能有那种耳鼻撕磨的空间和时间 而且呢 当时说张居正跟这个李太后一男一女 两个人都位高权重 但凡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两个人肯定都完了 你用脚都可以想得出来 李太后呢 他绝对不敢拿自己儿子的江山 和他自己的名誉开玩笑 张居正呢 更不敢拿他自己这种政治生命开玩笑 当然了 你凡事呢 肯定得给我捕风捉影 说这个李太后喜欢张居正 毕竟这李太后她是个寡妇啊 你看这张居正老小伙子 肯定特洋眼啊 那张居正对人帅不帅吗 长得还确实挺帅 那么根据名史张居正传 记载 他长得什么样呢 居正为人 其面秀眉目 虚长致富 勇敢认识 豪杰自诩 我们要知道 中国的史书啊 这个一般都是昔末如今 很少描写历史人物具体长相 比如说描写张良长得什么样 貌好如富人 最多也就五个字 你看这个张居正嘛 一下用了二十一个字 就等于是啊 给这个张居正的长相啊 提供了好多信息 张也长得什么样啊 根据这个记载 我们就可以想象出 非常俊朗 身材修长 俊眉秀目 而且呢 还有那个时代 我们古代啊 中国美男子特有的 一副长长的胡须 更重要的是呢 豪杰自诩 就说明张居正啊 气质非常独特 我们想就能想象得到 举手投足之间 这位张爷 肯定是有一种 有一副那种 浑然天成的 那种豪放的风格 张居正呢 这个人长得帅 不仅如此呢 他还一往轻身 张居正第一个妻子姓顾 他和这个故事 两个感情非常深 我们看他的那个文集 张太岳集 里面啊 没有多少抒情的诗 但是其中专门怀念 他这杰发妻子 故事的这个诗呢 就有两首 由此也可以见出 张居正啊 确实是一种 瞎骨油肠的 这样的好男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男人 你说他和当朝李太后 有什么感情瓜葛 那肯定都是小说戏曲 看多了 以色情之心 夺君子之父 张居正呢 和宫内双居的李太后 肯定没有任何个人层面的 这种亲密关系 但是呢 他又一直和宫内 另外一个男人 也可以说呢 是那个不男不女的 这样的一个人 保持良好的关系 对了 这个人就是那大太监冯宝 张居正在内宫 得到李太后的支持 那么他自己在外庭呢 就可以放开手脚 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了 但是这李太后啊 虽然他并没有垂帘听证 毕竟呢 他对当时明朝的政局啊 是有很大影响的 我们也都知道 女性呢 天生敏感 什么时候 他情绪一波动 或者是 听什么传言了 说明哪天 也把自己当高拱了 也驱逐了 所以呢 张居正就需要在 这个万里小皇帝 和李太后身边啊 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 能随时帮他 把这个大量的 内庭的动向 内庭的信息 提供给自己 只要这样呢 张居正在外面干啊 这些大事啊 才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私底见大太监冯宝啊 就是先前那位 跟这个高拱斗法 最后把高拱赶走的 这大太监 高拱下台之后呢 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 那么他和冯宝之间呢 实际上在政治上 等于就形成了一种 利益故障的战的关系 绝对是政治联盟 那说张居正和一个太监 两个人结成政治联盟 如果有人自居清流 就会说 张居正啊 你看和一个太监联手 绝对是自甘堕落 绝对是同流合污 如果这样说 这样想 实际上就完全不理解 我们古代 特别是明代那种政治生态 明代的太监啊 绝对是一股 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 甚至呢 可以左右啊 一时之间的这种政局 不久之后 万历元年轰动一时 那个王大臣 那个事件 从中就可以看出 明朝太监势力 这种强大 和他那种渗透力 王大臣事件 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呢 就叫王大臣 虽然这个人的名字叫大臣 可他呢 绝对不是什么朝廷大臣 王大臣就是他的名字 估计啊 是他生出来的时候 他那没有文化的父母 给他取的 本意呢 就是想让这个儿子 以后当大臣 实际上呢 这个王大臣 不仅不是大臣 他连军中的小头目 都不是 他也不是患者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兵族 甚至呢 他还是个逃兵 当时这王大臣啊 本想到这个 气急光坐镇 那个寄疗前线 那个三吞阳 当这个当兵 当正规军 为当城 于是呢 他就跑回到北京城 天天瞎逛 这小子呢 还挺能说会道 后来他就八级上了 宫内的一个太监 那个太监呢 就把他带到宫里 去开演 结果呢 王大臣这个小子 晃晃悠悠悠悠悠悠 到了紫禁城的内部 他就走进来了 估计当时的神态比较轻松 你想这个太监提前给他介绍了 好多要注意的地方 他的长相呢 也挺平常 所以所谓紫禁城的禁卫军呢 还以为他是个往宫内送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什么人 居然就放松警惕了 就没怎么注意他 王大臣呢 稀里糊涂 到处逛啊 最后呢 他还进入了紫禁城的永道 就正式的进入到紫禁城内了 这样的一个人 他进入紫禁城内 他又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明成祖朱棣的明朝梦 靠篡位 当上皇帝这个永乐帝朱棣呢 纵观他的帝王生涯 绝对是一直非常忙 对外呢 他武征莫北 南征安南 当时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 那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说法吧 就是在永乐元年 公元1403年9月某一天吧 他在和身边禁城 讨论智阁得失的时候呢 大臣们肯定问 陛下您的梦想是什么 他就感悟说 如得私民小康 朕之愿也 什么意思呢 让天下老百姓都能过上这种小康 这种复数的日子 就是我的愿望 就是我的梦想 永乐七年 就公元1409年 朱棣呢 有一次会见京城的那些寿相 那些这个年岁大那老人 他当时呢 就说过这样的话 农立于架色 务后赴税 工专于技艺 务作严巧 伤其余生理 故为游荡 贫富相目 邻里相续 相安相乐 又无穷之福 也就是说呢 朱棣这位皇帝一直想创建的 所梦想的就是这样一个事件 农民呢 勤于劳作 不用为这个赋税发愁 工匠呢 专心干活 不用靠那个弯民邪道啊 这个发财 商人要诚信经养 不用招撞骗 不管穷人富人 都要和睦相处 邻居之间呢 更要互相帮助 在这样一个繁荣富庶 和谐有爱的世界呢 那就是我们大明朝的梦想世界 但说句实话 朱棣篡国 三年的静难之一 虽然说时间不算长 但战争啊 非常惨烈 当时那个战场 从河北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 这些地方 都是明朝的经济发达地区 当时大明的国民经济 遭受到沉重打击 至于他多次率领军队 出击塞外的蒙古部族 因此呢 当时造成的国内的经济形势 是绝对是捉襟见肘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清明上河图 大家肯定都知道 但是呢极少有人啊 注意过画上的提拔 清明上河图啊 这上面一共有13个 就历代收藏家写的14个拔文 其中呢 有一段的落款是什么呢 私里见太监 镇阳双林 冯宝拔 确实您没看错 这个冯宝 就是我们上集提到的冯宝 冯大太监 在明朝众多的 这种专权的大太监当中呢 冯宝这个人呢 似乎还真有点另类 他在玩弄权术的同时呢 这个人绝对是多才多艺 绝对是一个大儒宦官 是个大艺术家宦官 明朝刘若宇 这个人也是个太监啊 他写有一本《卓中志》 当中就记载 冯宝书法国家通月 善谈琴 而且呢 他当时制作那个琴 就被这个明朝人啊 当作难得一见的宝贝来收藏 由此可见 如果从工匠精神方面讲 他本人呢 还是个大的工艺师 那这清明上河图 是如何到了冯宝手中 在他之后又怎么传上来的呢 至今说法不一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写那个提拔案 至今我们还清晰可见 如果朋友们有机会 咱们看那个提拔 也可以在电脑上把那高清的清明上河图调出来 然后就专门搜那个提拔 就可以发现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 这位有大儒丰度的冯宝 你看这大太监和张居正呢 还挺投缘的 他们呢不仅联手 把这个高拱 给这个驱逐出朝廷了 他们两个人也形成了这个政治联盟 绝对是当时明朝朝廷里两个好机友 不过呢 人心隔肚皮 好机友之间呢 有时候也会闹矛盾 不信啊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我们上一集说到呢 有个叫王大臣 这样的逃兵呢 进入到紫禁城那瞎逛 他当时啊 就正在那紫禁城的永道上逛游着 忽然远远就看到 一拨人走得过来 这拨人当中是个小孩 岁数不大 但是气宇宣昂 周围呢 好多人都簇拥着他 王大臣呢 毕竟是个小民 没见过大市民 看到呼啦啦一拨人走过来 他就赶紧吓得 贴墙边站着 这拨人呢 打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呢 中间那小孩啊 就觉得王大臣这个人奇怪 穿那身衣服 他不像宫内的人啊 破不拉击的 就拿眼睛扫了他两眼 小孩这两眼一扫 王大臣呢 吓得心里直发毛 嗷了一声 他忽然撒压子就往前跑 他这一跑 那小孩忽然就大声喊了一声 干什么呢 王大臣听到这个小孩喊他 心里就更害怕 当时他头都不敢回 依旧玩命往前跑 小孩肯定就更火了 大喝一声 逮着他 结果小孩子身边啊 蹭蹭蹭 串出好几条大汉 两脚就把王大臣给踹倒了 来个嘴啃泥 王大臣这个人呢 确实倒霉 他最后等于是被这个万历小皇帝 亲自发现了 而小皇帝当时大喝一声 身边那些卫士和患者 肯定得听命令啊 当场就把这王大臣给抓住 王大臣呢 被踹翻在地 又被几只脚猛踢 躺着直嚷嚷 呼啦啦 更多的大脚又上来了 把他踩得严严实实 结结实实 这个时候呢 那小孩和他身边有几个人也赶过来了 这是什么人 给我搜 听这小孩一声令下 不少人呢 七手八脚 就扒王大臣的衣服 王大臣是个逃兵 他腰里呢 还一直憋着把短刀 所以说一扒他衣服 那短刀叹啷一声 就掉出来了 小孩忽然看到这把刀 面色大变 而他身边呢 有个年纪大的 没胡子人 看到这把刀 当时脸下得煞白 大喊一声 保护皇上 一声令下之后 卫士呢 又上来好几个 马上这个小孩身边啊 等于是围了一大圈 由此呢 可以想见 王大臣这个人 确实也倒霉 当天你说 他在这个紫禁城那下逛 结果呢 他正好碰上了 当时的这个万历小皇帝 而万历小皇帝身边 那个年纪大 没胡子呢 就是小万历的大伴 私底见太监逢宝 万历小皇帝呢 这个人也是挺有性格的 当时他也感觉到 没什么大的危险 于是呢 他就分开那些护卫 走到王大臣的面前 还使劲啊 照这个王大臣这个脑袋 踹了两脚 骂道 你这个臭贼 好大的胆子 敢闯入宫内 竟然还带着刀 而后呢 他又转头对冯宝说 大伴 给我好好收拾他 冯宝不敢怠慢 马上吩咐身边人 就把这个王大臣呢 押到这个东厂去了 东厂呢 当时就归冯宝馆 由此 王大臣事件就正式开始了 张居正方面 他在第一时间呢 已经知道这件事 他执政之后呢 他非常注意了这个处理好和冯宝的关系 为了交好这位内庭的大太监 他不仅自己跟冯宝关系特好 没事经常喝酒吃饭 他还让自己的管家尤七和冯宝呢 最亲密的手下 一个叫徐决的太监 叫他们两个人结拜为兄弟 由此一来呢 就两方之间的这种信息沟通 就更方便了 张居正的手下尤七呢 就已经第一时间 从徐决那里得到了宫内 抓到了王大臣这样的事 就马上汇报给张居正 张居正刚开始呢 也没太当回事 紧接着呢 那徐决又传信过来了 说冯公公主管东厂 已经审出结果来了 这个王大臣呢 竟然是寄留总兵 七季光手下的逃兵 张居正一听这个结果呢 还吓了一大跳 他怎么想呢 你看这冯宝想干什么呢 王大臣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逃兵 你随便把他处理一下 哥了 杀了是 关了杀了都行 这么刨哥问题 审问 又把七季光给牵连到了 这就是瞎闹了 冯宝初审这个王大臣 最后审出来 他是七季光手下的逃兵呢 还真不是这个冯太监故意使坏 王大臣呢 确确实实 他就是从七季光那部队里跑出来的这样的逃兵 张居正是怎么想呢 他是这样想 你看现在小皇帝刚登机不久 高拱和冯宝之间那事才闹腾完 我呢刚刚接手这样的一个烂摊子 内忧外患啊 忽然又弄出个节外生枝的案子来 这个案子弄不好呢 事情会越闹越大 但凡有人爱折腾就会想到什么呢 王大臣是不是在七季光派来刺杀皇上的呢 而七季光的我们又知道 又是张居正最亲密的心腹之一 抗窝英雄啊 如今他又镇守着这个北部边防这样的一个大帅 一旦有案件牵扯到七季光 不仅影响自己 而且影响啊 明朝当时北部边防军的军心 抛根到底儿 七季光呢 还是张居正他推荐的人才 到时候啊 他本人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所以呢 自己虽然说是这个冯公共同盟 但张居正这个时候呢 也深深感觉到啊 冯宝这个人有点没事走事 冯宝呢 当时他是私底舰掌印太监 他确实有实力呢 搅动当时明朝的政局 于是呢 张居正没办法自己出马 专门为这事儿去找冯宝 像这位冯大公公的亲口保证 这个王大臣肯定跟七季光 没有任何的个人关系 冯宝当时看着张守虎 急尺白脸的找自己 求自己 他呢也拍胸脯 就向张居正保证 说这个王大臣 是七季光逃兵的这个消息 还没传出来 没放出来 审问的结果呢 也没有上报给这个皇上和这个太后 张先生你就放心吧 张居正听冯宝放出这个话 这个时候才放下心 当时呢 你想他天天忙于这么多的政务 准备自己的万利心证啊 所以很快就把这事儿撂一边 哪撂想 事情才过两天 他手下的游七又急急忙忙跑进来 报告说什么呢 老爷大事不好 张居正赶紧问什么大事不好啊 尤七叹了口气 哎 我刚刚听徐决说 冯公公把那个王大臣的案子给结案了 而且还报上去了 张居正一听是这事儿松了口气 我事前已经和冯宝讲好了 只要和那个七季光没关系 就没什么大事儿 报就报上去算了 尤七看张居正不着急 他都着急了 老爷 你还不知道这个冯公公上报那幕后主谋是谁吧 张居正一听就愣了 王大臣还有幕后主谋 对呀 冯公公上报皇上 说那王大臣幕后主谋是高拱高阁老 听尤七仗一说 张居正拍案而起急了 为什么呢 我们想一想 从这个高拱下台之后 好多人都认为张居正和冯宝 就他们一起搞阴谋 陷害高拱 现在呢 冯宝要借王大臣这个案子呢 趁机报复高拱 等于就是把张居正给卖了 张居正当时作为信任内阁首府 他自己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 这就更证明他和冯宝 冯太监 就是阴谋勾结在一起的这种同盟军 当初就是他们两个人陷害的高拱 如果冯公公把高拱这个冤案给做成了 那天下人怎么看待我张居正呢 这个朝野这么多汹汹的议论 又怎么议论我呢 到时候以这样的形象和人品 接下去的这个改革计划 不可能顺利实施啊 张居正是越想越急 他马上啊吩咐备教 就一直就进入内宫 去参见皇上和那李太后 到了乾清宫进去一看 李太后啊 正坐在那抹眼泪 而且还一个劲的埋怨 大概前的意思就是说什么 就是骂高拱 但先皇这么一驾崩 你看你这糟老头子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现在你人走都走了 还派人想谋害我儿子 谋害皇帝 小皇帝万历呢 也是一脸气愤 站在他们身后的冯宝呢 则是满脸的得意洋洋 张居正当时啊心里非常明白 冯宝冯太监 就是纯心想见罚纳臣这个案子 整一场冤狱 就想把这个高拱弄了这个足珠 全家都得杀 你想这谋反谋逆刺杀皇上就肯定是足珠 张居正当时呢也没直接搭理逢宝 他就先向这个小皇帝万历和这个李太后参拜 接着马上就说到正题 太后息怒 我听说这个王大臣 他最初共称是这个气急光主使 他是从气急光那来的 现在呢又共说啊 高拱是主使 前言不搭后语 朝三暮四胡言烂语 他所说的话恐怕是不足为信 李太后呢一听张居正这么说 就转头看那冯宝就问 有这事吗 眼看着张居正张守虎也急眼了 冯宝只好说 确如张哥老所言 三言两语我并能见出 当时张居正是非常聪明 就在那个时候呢 所有的人满朝上下 包括这个李太后 包括那小皇帝都知道气急光是张居正推荐的人 是他的心腹 按理说张居正是不能透露出这事 跟气急光有关系的 而且冯宝事先呢 也想不到张居正上来就这么说 就说到气急光 但张居正呢 人家就这样说出来了 就把气急光的名字也说出来了 显得这事干嘛呢 就是他表公判断 不藏任何私心 李太后呢 肯定是非常信重张居正了 自然就觉得这位张先生说的很对 接着呢 他就问 那依先生您的意思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太后如此发问 张居正呢 当时还真不敢就贸然说 王大臣这事背后就没有主谋 就是他自己进来的 于是他就建议 这个案件呢 如今已经引起朝廷内外的注意了 必须得查明真相 最好呢 由这个东厂和督察院刑部 大理寺 这些三法司呢 他们一起会审 这样的话呢 审出来的结果肯定就服众 真相呢 就能够水落石出 李太后听了张居正这些话呢 不停点头 冯保冯太监呢 也没反对 为什么呢 他自己主管东厂啊 最后自己等于是东厂还是主审 到时候啊 我一定会借这个机会 就把高狗高老头 就全家都给整死 从内功出来之后 张居正马上目色那些资格老 人有忠厚的这种朝廷官员 就打算让这些人呢 和冯保一起 包括那三法司的所有的官员吧 大伙公开审理这个案件 让这些官员参加 明里案你啊 等于就是想制衡一下冯保 张居正忙着呢 这个时候呢 立部尚书杨博 还有督察院的左督御史 隔守礼 这两个人就拜访他了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六部的最高长官 一个是监察系统的最高长官 他们呢 等于是在高拱下台之后啊 就帮这个张居正稳定政局的 等于是两个老臣 落座之后 这两个人就直奔主题 就说起王大臣的这个案子 原来那冯保要借王大臣案件 整高拱这事啊 当时已经闹得满城皆知了 这两个人来见张居正 就是希望呢 张大人 您得谣人处且谣人 不能再帮冯保啊 做这种缺德事 张居正听这两人这么一说呢 也是沉默半上 最终呢 也是忍耐不住 当时气得直掉眼泪 就对这两个老臣抛名心急 你看我一片苦心 忠心为国 最终呢 竟然换来朝野当中的这般谣言 说我要害什么高拱 又和这个冯公公联手 这事我真不知道 气愤归气愤 张居正到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又亲自去做这个冯保冯太监的工作 冯保呢 毕竟是个太监 内心还挺毒寒的 他当时就是要借助王大臣这个案件 把这个高拱的一家人给弄死 暗地里 他就让自己的手下人去牢里 跟那个王大臣去篡共 就让王大臣一定要咬定 自己是受高拱主使来刺杀皇上 但这个消息 张居正呢 肯定也会最终得到 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又不能和这个冯保冯太监呢 撕破脸 不能公开闹翻 同时张居正心里肯定清楚 绝对不能让冯保把这冤狱做成 到最后这个案件要公开审结的时候 张居正呢 也急了 来个流氓对流氓 使出一狠招 什么狠招呢 他就让他的心腹手下 就在这个王大臣上堂之前 硬生生的就给灌了一杯生气酒 生气酒是一种哑药 而后呢 张居正又要让主审官员 按事先准备好那些话来问 审讯之中 那几个主审官一问 王大臣嗓子哑了 说不出话了 就甘瞪眼 要不就摇头 要不就点头 而那些主审官的问话呢 都是事先设定好的 王大臣但凡说不出来 就等于是默认 因此呢 案件审到最后 就按预先设计好的 等于就是按那种偶然事件定案了 冯保在这个审案过程中呢 也一直让人刺探消息 得知最后的案件结果之后 他也没办法 首先你不能再让这个 已经哑的王大臣说话 其次呢 总不能因为这个事 就跟那个首府张居正彻底闹翻 由此呢 王大臣这个案件 就这样这个尘埃落定 远在千里之外的高拱呢 对此完全不知情 他全家老小的性命 实际上在转瞬之间 已经在别人手掌心里 翻了好几个弯了 后来呢 高拱也知道了这事 但他丝毫没有任何 表示出感谢张居正的意思 就是认为 这位张相爷也是在作戏 王大臣事件 你根据明史啊 国阙啊 什么这些史书 包括一些明朝人那些笔记吧 似乎都基本上认同 就是这个张居正啊 先开始和这个冯保勾结 他们要接着这个陷害高拱 后来呢 就迫于当时的舆论 张居正他搜手 进而阻止这个冯保呢 继续把这个案件搞下去 这些写作者呢 他们的主观意识 实际上是有偏见的 在他们心目中呢 张居正就是权臣 有了这种成见 自然而然 他们就把这个张居正 往坏里抢 根据我本人的判定 我就觉得张居正在当时啊 绝对不是想啊 把这个前守府高拱 再弄的什么家破人亡 我们想一想 即使先前那大奸臣 严嵩倒台之后 张居正呢 也是显示出啊 他那种默默温情 对于严嵩的下场 一般我们都知道啊 他倒台之后呢 回老家了 等于是在墓地起时要翻 真实的情况 嘉靖皇帝虽然说抄了严嵩的家 杀了他儿子严实藩 但嘉靖帝和严嵩呢 还是有相当感情的 所以严嵩被抄家之后呢 根据史书记载 有私遂给米百担 也就是说呢 当时明朝政府啊 还是给严老头发一定的退休的这种工资 至于严嵩传上写 嵩老病 即时目射已死 是说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他晚年临死前 到的确确实实呢 是寄居在墓地的 而当时明朝这种公共墓地啊 和这个增设差不多 修建有不少房屋 他住在那些地方平时吃饭是有的 但有时可能馋了 去别人上贡的什么国品啊 什么贡品啊 他吃点 这个事肯定有的 严嵩严老头死之后啊 当时的人都怕事 所以没人啊 给他去下葬 张继正呢 当时是内阁的次府 他就本人出面 拜请江西啊 分宜当地的县令 就把这个严嵩啊 这个严大人 严格老体面的下葬 我们想一想 张继正对严嵩尚且能够如此 那么对待自己曾经的好朋友 这个老上司这个高拱 他不可能下那种黑手 和冯保冯太监啊 想把这个老上司给搞死 那么这个王大臣事件之后 张继正对这个冯保 又如何进行交往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明朝皇帝为什么不修建避暑行宫呢 熟悉明朝历史的我们都知道 明朝皇帝呢 是一直没有下宫避暑的 好多皇帝这一年到头 就是在京城里闷着待着 最极品的就像那万历皇帝 几十年都可以不出宫 相较而言呢 什么秦汉隋唐 这个元朝 包括清朝皇帝 一到夏天呢 好多人都会跑出京城 去附近的山区啊 那些下都避暑 那为什么明朝皇帝 不给他自己修个下宫 去避暑呢 专章在位的时候 一直打算迁都 但直到洪武二十五年 他的太子朱镖去世之后 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这时候专章已经年近七十了 时间上讲来不及了 他儿子朱棣篡位之后 就逐渐开始他的迁都计划 最终就在永乐十九年 成功迁都北京 如果朱棣能多活一些年 按照他的风格呢 就非常有可能在北京啊 远一点 周边地区啊 建立一个下宫 但迁都迁到北京三年 朱棣就驾崩了 随后在洪西元年 就公元一四二五年三月呢 明仁宗他就正式啊 决定想还都南京 时间呢 就定在转年的春天 明仁宗呢 就把北京还依旧成为行在 北京的衙门之前 要都加上行在这两个字 但不久之后呢 明仁宗就爆崩了 他的儿子宣宗朱瞻级继位之后呢 对于还都南京 一点都不积极 但呢 也不好公开反对 所以说呢 北京依旧在当时成为行在 而以南京为明朝的京师 不过宣宗皇帝和他手下的文武百官呢 上朝礼政呢 依旧还是在北京 在此期间呢 北京这个宫殿的营建工程呢 又是继续进行 事实上呢 明仁宗已经放弃了 还都南京的这样的想法 与此同时 朱瞻基呢 又大搞缩边政策 把长城以北的土地 几乎全都放弃了 后来到了正统年间 就朱启镇当皇帝的时候 就正式确定 北京就是明朝的首都 就不再前往南京了 但这个时候呢 密云 怀柔这些地方 都已经成为明朝边疆了 北京呢 又不像西安 西安南边呢 还有一些山林可以选择 去山上避暑 北京能避暑的地方 都在这个西北面边境线上 距离这个蒙古部族啊 什么都太近了 根本就没地方再见行宫了 因此 这个朱明这个皇朝 他们的后代子孙 到了夏天 也只能在紫禁城里啊 忍一下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呢 好多词平面上到处都在飘 什么虎爸呀虎妈呀鸡娃呀网课呀 什么什么的 等于都是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呀 大伙煞费苦心在这讨论 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呢 明朝首府张居正 他费的心也不少 比如呢 他就专门为万历小皇帝 定制了直观书评 这样的平方 十二扇 左边的六扇呢 是当时重要文官的职位和姓名 右边六扇呢 也就是当时明朝各地重要武将的职位和姓名 这些职位和姓名实际上都是服帖 每隔十天呢更换一次 当时这个行风用来干嘛 就是用来给这个万历小皇帝学习用它 让他呢知道和熟悉自己帝国之内这个人士班子 人士排列啊最新的这个人士上下浮动是怎样的 由此也可以得知这位刚登基的十岁小皇帝呢 他肯定啊对他自己这个大明公司的组织架构啊 肯定不是说非常清楚 人事安排呢 他也需要每十天啊重新看一下这个名字 那么屏风之上 所有的官员的任命权在谁手里呢 肯定是在小皇帝身边这位大明朝主持日常事务的 这个大明公司的CEO张居正手 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居正呢当上大明帝国的首府了 跟他不错的一部分人肯定是志德义满 等待的鸡犬升天 另外一部分人呢肯定是提心吊谈 就不知道人事这个大清洗的 这样的大斧头什么时候落下 一句话就是人心不稳 面对如此局面 我们这个大明首府张居正 他会怎么做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王大臣案件之后呢 张居正也建设了冯保冯太监的手段 更加深刻的意识到改革大局面临的这种复杂情况 冯保冯太监呢 他毕竟代表是内庭的一股政治势力 控制不好这一派的政治力量 随时随地就能对当时的政治力产生影响 甚至冲击 张居正也明白 即使自己现在和冯保属于联盟 但如果控制不当 也可能呢内部会争斗起来 如果和冯保的这种联盟破裂 必然是分则两败这样的结果 由此呢张居正就必须进一步拉拢冯保 冯保这个人呢 虽然他手中权力挺大 毕竟他是个太监 他又没有赵高那样的权谋和野心 只要满足他的某些虚荣心 这个捧他劝他 你厉害说服他 又打又拉 肯定呢还是有利于当时的政局 和张居正的改革利益 因此呢在这个王大臣事件之后 张居正和冯保啊 不仅没有分裂 两个人呢还是继续合作 同时呢这两个人又都受这个李太后的信任 因此在万历初年那种政治局势吧等于就很快平稳下来了 张居正把这冯保搞定 实际上呢就得没了后顾之忧了 就可以放手在外庭呢搞他的政治改革 无论当时和现在 总是有人觉得张居正和这一太监结成政治同盟呢 这个事值得诟病 实际上啊和太监结成同盟才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 才是他当时的雄才大略 我们要知道啊 政治是现实 不是理想 而且呢 张居正在给他朋友的书信当中 也非常自豪的讲过 在他自己主持国政期间呢 明代击毙日久那种宦官之祸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他怎么写呢 普遂不孝 而入养君德 出礼数物 贤独秉虚功以运之 中贵人无敢有一毫阻挠 张居正信中的中贵人 就是指以冯保为首的那个太监集团 如今呢 内庭安稳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想推行万利新政 改革呢 肯定要一步一步往前走 张居正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官僚队伍那种人事问题 想要治理好大明朝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就能治好啊 也不可能事无巨细 都得自己干 因此呢 张居正改革第一步 就是如何用人 我们要知道 用人啊 绝对是一门特别高深的艺术 有一句俗语 一朝天子一朝臣 按理说啊 这句话从某些方面讲啊 还确实是无可厚非 无论是一个国家 还是个小小的单位 如果你想顺畅的 高效的运作 肯定呢 是要上下一条心的 那么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 这样的一个首府 一个领导者 张居正呢 难免呢 会培养自己的亲信 注入自己的亲信 信任自己的亲信 从某种角度来讲 这也是实际工作的需要 但是呢 作为封建王朝的 这样的一个主事的人 他周围呢 左膀右臂 肯定很快就会形成小圈子 就会形成利益集团 而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呢 你肯定和老的利益集团 就会互相之间勾心斗角 会拉帮结派 由此一来 就是像从前那些王朝一样 大明国家的一些资源啊 包括施大夫阶层那种政治智慧 最终呢 都会消耗在这种无穷无尽的 这种无聊争斗当中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宋朝那万安石变法 最后他失败的根源 就是因为人的原因 当时北宋官场派别林立 新党啊 旧党啊 洛党啊 蜀党等等等等吧 互相争斗抗衡 最终的结果就是改革失败 对于宋朝这些历史经验呢 张居正饱都诗书 肯定是了然于兴的 特别巧合的是什么呢 北宋万安石变法 得到的是宋神宗的支持 张居正变法呢 得到的是明神宗的支持 两个神宗皇帝 当然我要讲一下 当时张居正和当时那个万利小皇帝 都不知道万利帝未来是明神宗 因为神宗啊 是万利帝死之后给他的庙号 神宗皇帝 还有一个巧合是什么呢 当年宋神宗背后呢 有个强势的高太后 现在明神宗的背后呢 则有一个强势的李太后 而北宋万安石 当时只知道搞好和神宗皇帝本人的关系 他和那个高太后关系 没搞好 而恰恰就是因为高太后的强力反对 最终呢也导致了万安石啊 他这个被贬值 被贬出京城 与万安石相比呢 张居正情商就很高了 改革一开始 他就首先处理好自己和李太后的关系 而后呢再往下沉 又继续处理好他自己和官僚队伍的 各种集团的关系 那么张居正 他用人的原则和手段 也绝对是值得大输特输 大奖特奖的 前首府高拱虽然失势了 但他在当时明朝官场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毕竟好多人都是原先他提拔的 因此呢 当时的不少官员 尤其是高级官员 也都属于高拱啊 他那一党的成员 如今呢 张居正上台了 很多高派成员啊 内心之中一定是坠坠不安的 都害怕遭到张居正的一种政治清洗 于是呢 张居正首先就要稳住这些人 当时明朝有阴天巡抚 也就是现在南京的地方长官 叫什么 叫张家印 这个人就是高拱的门生 正是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 他先前呢 升官就挺快的 就被提拔到这个阴天巡抚的这样的位置 但他干了没多久呢 高拱就下台了 本来呢 如果这个张家印他自己行的正 也不怕影子歪 即使你张居正新官上任 只要我自己没有把柄给你抓 你也不能马上就把我怎么样 巧合的事 张居正这个新首府 刚上台没多久 阴天巡抚管辖的境内呢 就出现了一件让张家印非常为难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有一件跟田产有关的一种民事诉讼案 如果是一般的民间诉讼 阿妈阿狗互相打关也就算了 但这个案件的主人公是谁呢 是先前老首府徐杰的儿子 徐杰呢 我们前面讲过是高拱的政敌 也是张居正的恩师 而且呢 人家还是前任内阁首府 徐杰在当时退休之后 有一度备受高拱的欺凌 加上徐杰呢 他几个儿子确实不争气 在地方上为非坐台 当时就被高拱抓中把柄了 也是把这个徐家望死地掌 高拱派人呢 先是把徐家大片良田没收了 冲攻了 后来他手下人就把徐杰 三儿子当中的两个 先后定罪 发配到边疆去了 张居正在当时呢 还是看不下去 就委婉的劝说高拱 等于在当时才没有继续折腾 那个徐家老三 给徐老头呢 留了个儿子在身边守着 伺候他 谁料想 高拱一倒台 消息传出之后呢 那徐老三马上耀武扬威起来 他呢 又开始跟他俩哥哥一样 霸占别人家的田地 所以 那个被侵占田地的那主家 就到英田府 把徐家老三给告了 张家印接到这个案子之后呢 非常为难 他一看到被告是徐杰的儿子 心里就嘀咕起来了 我秉公办案肯定是不可能啊 谁都知道徐杰和现在的首府 张居正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且看现在这种态势 张居正上位之后啊 肯定马上就要对高派成员开刀了 想想我自己就是高拱 这个高阁老的学生 如今呢 又碰到这样一个案子 你往哪个方向办 最后呢 都不唠好 如果袒护这个徐家老三 这肯定违背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 但如果秉公断案 肯定又会遭到徐家和张居正的报复 张家印这个人呢 也是明朝有名大才子 最终呢 新一行 他写了一篇辞职信 直接递交给内阁 老子不干了 张家印在英天这边两边为难 张居正那边实际上在北京啊 比他还难 为什么呢 张居正同时呢 就收到了张家印的报告 和徐杰的亲笔信 张家印作为官员啊 这个人还是挺谨慎的 他那报告里啊 他那个辞职报告里 根本就没有提徐家的案子 只说呢 自己能力不够 因此呢想辞职 徐杰的亲笔信中呢 却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 张家印故意害自己的儿子 张居正 你想官场这么多年 冰雪聪明啊 自然明白张家印 就是因为徐家的案子 他才要辞职的 对于张家印的辞职 这个事如果处理不好 等于就会引起新的 在朝廷当中的帮派之争 所以说 张家印辞职这个事 还绝对不是小事 所以张居正 必须处理好 张家印辞职这个事 他就要明确的 给明朝官场一个信号 我肯定要用新人 但也绝对呢 不会舍弃救人 为此呢 张居正也是开诚布公 对待徐杰和张家印 这两个人 徐杰呢 是个官场老滑头 他当时给张居正的信礼 主要是以师生之情的名义 教求张居正呢 给他平反 这些高拱执政时期啊 给他强加了好多罪名 信中顺带 说了一下呢 他自己啊 徐杰老三的官司 所以那封信的主要的意思啊 还是让张居正抓大放小 那意思是我们徐杰老三这个事啊 你爱管就管 不管也没事 张居正呢 马上就给徐杰回信 首先呢 他在信里 畅述两个人的师生恩情 而且还承诺 自己肯定啊 会为徐大人您平反昭雪 在应承了徐杰最关心的这个大事之后呢 他笔锋一转 就说徐杰老三这个案子 在当前政治局势下 自己还绝对不能粗暴插手 因为这个案子呢 牵一发而动全身 朝野所有的人都在看 都在观察 大人您也当过首府 也一直尊尊教导我 要以国事为重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绝对不能因事废人 张居正信中的这些话 绝对不是啊 这个敷衍徐杰 而他所讲的一个事呢 也是在清在理 因此徐杰看完之后 张居正给自己写的回信之后呢 也是感到惭愧 同时呢 老头也挺高兴 毕竟张居正已经答应的 为自己平反招雪了 等于就把先前高拱 扣在自己头上 那个屎盆子给弄掉了 这事是最大的事 打翻完徐杰 张居正也知道 自己在这个时候呢 还绝对不能冷了 那个张家印 他的心 因为张家印 等于就是高拱那一派 一批官员 他们中间的这些代表 为此呢 张居正情真意切 又写了一封亲笔信 给这一位张家印 张居正这封信 就更好水平了 一上来 在信中啊 张居正啊 一句话就点破了 说张家印 你的这种顾虑呢 实际上还就是害怕 我张居正 党同罚音 而后呢 他比风一转 向对方还透露个小秘密 大家都以为 你前前那个官职的提升啊 是因为你老师高拱 他提的 现在我就告诉你 我张居正 早就发现你是个人才 正是因为我反反复复在立部 就那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 你才最终得以啊 受到重用 由于你是高拱的门生 现在呢 大家都说 你当初是因为高拱 他的这个 直接的指使 你得到重用 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事实 实际上是我提拔的你 紧接着呢 张居正在信中 又继续和这个张家印 掏心窝子 不管是谁推荐你吧 那都是为了国家 而启用你这种人才 绝对不是因为个人私利 这是公理 所以呢 君子立身为国 就应该坦坦荡荡 又何必心存戒毙 区分谁是谁的人呢 张居正上面信中这些话 既说的出人意料 又直指要害 所以张家印看到之后呢 心中也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惭愧 一般人讲宰相杜里能撑传 说的就是人家张居正张首府这样的人 在信的最后呢 张居正还洋洋洒洒 把张家印这个人的特点和才学 又是打打夸赞了一番 说的又准确又漂亮 就让张家印接到信之后呢 感觉自己对自己的认识 都没这个张首府这么准确 在这封信的最后 张居正呢 还是挺深情的对这个张家印提出 愿努力勋明 以赴肃望 就是对张家印呢 抱以殷切的期望 希望他呢 继续安下心来 秉公执法 努力工作 一心为民 你还别说 这个张家印后来 就还做到了兵部尚属 也成为万历朝呢 一代名臣 通过一封亲笔书信 张居正就收服了张家印的心 实际上呢 也收服了这个宗层官僚中啊 那些摇摆不定的 就高拱从前的那一派 许多官员的心 这事办上来之后 就是那种谣言 说张居正啊 要什么进行人事打清洗 这种谣言 得不攻自破 但就当各派官员 以为都没事 这个时候呢 张居正就忽然下刀了 展开他人事上的这种 真正的大动作 那么这次人事方面的大动作 张居正的初衷是什么呢 就是要用干事的人 不用那种空说话的人 张居正为什么留住张家印 这样的人呢 是因为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行政系统内干事的人 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对监察系统 那些原先高拱的那些手下 张居正就不客气了 明朝的监察系统呢 那些六科己事中和督察院的御史呢 虽然看上去他们的工作职能 也是这个监督啊 考察行政系统各部门的工作 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呢 往往呢非常的简单粗暴 实际上就只能归为一种 议论和弹劾 议论朝政 弹劾官员 就是这些人呢 最常干的 他们的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呢 最大的习气就是空发议论 图成口舌之力 如今呢 他们又有专门给他们设这个平台 那就更不得了了 这些人呢 有时候往往就为了一点芝麻大的小事 你弹劾我 我弹劾你 互相争吵不休 最终结果 因小失大 张居正当时就深知 如果朝廷那些文官们 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争吵方面 国家肯定也搞不好 你想啊 无烟瘴气的 大伙都在这种争吵当中 这个整个国家就不断的萧条下去 那么张居正如何处理这些不干实事 只知道弹劾的那些阎官们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明朝的兴化县 家家竟然都有百岁老人 明朝在万历十一年 就公元1582年呢 扬州府的兴化县内 忽然冒出了好多百岁老人 根据那个方志文献后胡志记载 家有百岁老人的呢 当时有3700多户 每户有百岁老人一到两个人 甚至好几个 而在这些百岁老人当中 无产无业的呢 竟然多达2900多户 我们要知道 当时兴化县的人口啊 也仅仅有数万人之多 百岁老人的比例就太高了 几乎每十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百岁老人 我们要知道 人能活百岁 在当时的明朝是太罕见 太罕见的 兴化县的人均年龄那么高 为什么呢 还真不是因为有好多人真那么长寿 而是和当时明朝的黄策有关 黄策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现在的户口本一样的一种 户籍管理登记系统 明朝的黄策呢 每十年一更新 那么根据人口的迁徙发展 生老病死等等因素吧 不断要进行调整 明朝的黄策表面上呢 是统计数据 背后实际上和当地那些官员的利益息息相关 很多那些小官小利 他动脑筋想捞钱啊 就在黄策上做文章 因为当时的户口呢 分为政管 机灵代管两种类型 一般情况下呢 政管就是普通家庭 承担政府的正常摇曳 机灵代管呢 就是那些为官寡孤独 那些家庭呢 设立的 这些人呢 可以少承担 或者不承担摇曳 因此 有的府县官员 就在这个概念上做文章 以此来逃避啊 就明朝政府正常的赋税和摇曳 于是呢 他们就大肆修改黄策信息 慢慢就出现了百岁老人 集体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呢 后来在某些地方越来越严重 甚至还出现了200岁老人 这样的登记造册 明朝黄策制度这种名存实亡 实际上也象征了大明王朝啊 这种摇摇欲坠的那种现状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海瑞这个名字呢 绝对是如雷贯而浩月当空 我们中国人肯定都知道 大清官啊 海清天啊 海瑞这个人呢 不仅在民间 在当时和后世知名度很高 在大明几任皇帝当中啊 绝对是留有名号的 比如那位嘉靖皇帝 晚年的时候 一直沉迷修道 还经常翘班 还不上朝 海瑞就上了一道治安书 当时把嘉靖皇帝 绝对是骂个狗血喷头 捧着海瑞的书揍 嘉靖皇帝当时都愣了 都惊了 这什么情况 这祸是前来早死的吗 你别说 经过打听 发现那海瑞啊 压根就没打算活着 早在上这道书揍之前 人就自己给自己买好棺材 都和家里人都诀别了 就等着嘉靖下令把他给宰了 嘉靖得知这个情况呢 当时还没脾气了 虽然说嘉靖帝 最后也没有杀掉海瑞 但在嘉靖帝活着的时候 就一直把他关在这个赵狱当中 就不把他放出来 为什么呢 实在气不过 把这个嘉靖帝骂得 当时差点没气死我去 这位怼天怼地 怼空气的 大明公司的头号刺头员工 直到皇帝大赦才出狱 就是新皇帝 龙庆皇帝继位之后 他才得以这个出狱 我们上一集说到张居正呢 为了营造一个稳定的 这样的人事格局 他就抛弃党争私建 格局大开 用新人也用旧人 如此胸怀大肚的 大明首府张居正 他愿意用海瑞这样的人吗 我们这一集就细讲 我们上一集讲到 张居正呢 为了改革顺利 就准备开始对朝廷的 言官下手 裁减这些人的人数 当然了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一个官员 张居正他不可能完全取消 这种代表文人政治 这种延习上千年的 这个言官制度 但他也确实深刻认识到 就这样的言官制度呢 导致了极其恶劣的 这样的后果 于是呢 张居正痛下狠手 一上台 他就破例提前举行经查 经查呢 本来是三年一次举行 现在呢 张居正提前举行了 就那种干部例行考察 叫经查 利用这个机会呢 他对监察系统的官员 就搞了一次大清洗 一下子开掉了好多人 其中这些人呢 主要是高拱原来的手下 张居正这个时候 把高拱一党那些言官清除了 是他出于党派之私 不能容人吗 还真不是 高拱手下原来那帮言官 他们还和张家印那些人 真不一样 这些人身上这种 政治帮派的标签 非常鲜明 如今高拱已经倒台了 这些人暂时肯定是老实的 但留着他们在日后啊 又是潜在的这种祸患 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呢 张居正也不能把这些 潜在的威胁和祸患留在朝廷里 我们要知道 明朝这些言官的品级 一般都不高 像那些这个六科 几世中啊 一般都是七品官 但这些人呢 他们身份挺特殊 所以说高层官员 高级官员 一般都愿意拉拢他们 正是有这些高层 对他们拉拢 好多言官呢 等于又为自己将来的仕途考虑 也愿意去投靠那些高官 所以说呢 这个言官一直想跟对人 也就成为明朝官场上啊 这种最典型的这个帮派 形成的这个姻缘 在这次人世清洗当中呢 张居正不止开除了 就是高拱那一派的那些言官 顺便呢 他还把朝廷中的一些好斗分子 那些平日浮言萧萧的那样的人 也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为此呢 张居正在一封信中呢 讲过这样的话 二三子以言乱正 使朝廷济刚所细 所谓知蓝当路 不得不除者 知我罪我 其在思乎 这封信呢 是他写给一个叫汪南民的 这样的朝廷官员 有这样一封信 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什么叫知蓝当路 不得不除啊 知蓝就是指优秀人才 在张居正心目当中 虽然你是知蓝 你是优秀人才 但你只要挡在我前进的道路上 挡着我改革 我还是要非常不客气的 把你给消除掉 清除掉 他这个比喻呢 还挺好 那些朝中好议论的 好争论的 那些人 从某种角度上看呢 也确实是人才 但就算这些人再有本事 因为他们的好议论 好争论 对于国家大事真的来讲 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他们其实就是以言乱正 当然了 在这一番的人事清洗过程当中 张居正也干过交往过正的事情 甚至在某些方面 他走得很极端 什么事呢 就是在他上台之后 大力财并书院 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 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 等于是知识分子插堆的地方 张居正当时就认为 这些人聚在一块 难免就会议论朝廷的是非 所以我就干脆把这些人的平台 我连锅给你端掉 什么书院 我给你裁了 撤了 或者合并了 而这件事呢 就使得张居正在历史上 留下了文化专制的罗名 就实而言 张居正的这个事 干的确实是不对的 而当时张居正呢 对所有的那些议论 他倒不怎么在乎 他当时就认为 只要我能达到自己改革目的 我该下手 所以我就下手 我也不管你们别人怎么说 总而言之 张居正当时最大的目的 就是想为那些朝廷之中 能干事的人 营造一个良好的干事环境 而且呢 他深知明朝时代 和那些习气 在余人方面呢 一直从实际出发 他不从上空明 他就用那些的稳重的人 还根本就不用那些极端的人 张居正上台之后 有人对他是充满了细心的 比如说家境一朝 大名鼎鼎的海瑞 他当时就充满信心 就觉得自己肯定要被张大人重用 海瑞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清官 是民间叙事中 和那个包拯 包青天排名并列的 这样的一个大好人 实际上 家境皇帝刚死 继位的龙庆帝 就已经开始重用海瑞了 但是呢 海瑞这个人的工作风格 和他人的性格一样 特别极端 特别不近人情 他任官义方之后呢 整天只关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说如何节约办公用纸啦 比如说要清查自己手下 有没有人拿回扣啊 比如说整天偷偷在天间地头 帮那个农民跟地主要地 等等等等吧 但凡他主审的案子 最终判决一定是穷人胜富人输 往好里说呢 这海瑞就是不惧权贵 但他这种判决就不一定公正 因为他骨子里啊 就一直有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 海瑞杀富济贫的名声特别大 太大了 因此呢 他到哪去一上任 去哪一当官 那个地方的富户啊 就赶紧紧闭大门 市场上富裕的商户 也都不敢开始进行交易了 海瑞工作上这种极端吧 说起来吧 也是他的一种工作方式吧 我觉得还没什么 毕竟呢 他的所作所来吧 算是明朝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但海瑞这个人 他在生活方面 也是这样不尽人情 甚至呢 可以说他是一个极端残酷的冷血洞 海瑞作为官员 在嘉靖隆庆 万历三朝 绝对是那个时代 唯一一个从不接受贿赂的人 绝对是清官 但我们想一想 在明朝当清官太难了 由于当初专安章开国时候 对市大夫那种苛刻 海瑞的正式工资啊 肯定他就不够用 海瑞穷 穷到什么地步呢 他一年只买一次肉 买肉这一天呢 还是他母亲过生日 海瑞本人是个大孝子 特别特别孝顺他亲妈 而海瑞的母亲呢 跟他儿子一样 也是个非常极端的人 他从小对海瑞的教育就非常严格 有戏虐 必言辞正色会之 戏虐就是玩耍 我们想一想 哪有小朋友不玩耍的 从小对海瑞就是这种教育 就搞得海瑞这一辈子 就难得看见他有一下笑脸 我们都可以想见 海瑞这个人呢 从小起 绝对是一副苦大仇深 那种小老头的那种模样 而且呢 我们这位海瑞 到了三四十岁炸的年纪 还跟他母亲呢 睡在一个屋子里 孝敬他亲妈 有这种母子情结的人 我们就能想见 但凡做他老婆 那绝对倒了八辈子血霉 而婆媳矛盾呢 这要是永远存在的这样的矛盾 海瑞呢 但凡他老婆跟他母亲有矛盾 他就马上无条件的休妻 第一个老婆被他休掉了 第二个老婆呢 也被他休掉了 等到他娶了第三个老婆呢 这个女人 竟然和海瑞当时娶了一个小妾 两个女人啊 在一个月内接连暴亡 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怎么死的呢 肯定是被海瑞和他妈一起逼死的 出了这个事之后呢 朝廷肯定有官员上张弹劾海瑞 海瑞呢 根本就不拿女人当人 当然这个除了他亲妈以外啊 为此他还上书辩解 申辩 说自己的小妾是上吊自杀的 他那老婆呢 是暴病身亡的 跟自己和他亲妈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们用当代的心理学来解释呢 海瑞这个人实际上只有有恋母情结 他妈就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女人 任何女人但凡得罪了他妈 就必须得休掉 死了最好 海瑞对待他自己的老婆这样 说句实话还不是最极端的 毕竟呢 那些女人跟他没有血缘关系 但他对待他自己亲生女儿的那种冷酷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令人发直 海瑞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他是个清官 从来没贪污过 没有这个这种潜规则的这种这个灰色收入 无论是当时和现在都难以想象 海瑞这样 明朝省部级的官员 掐里穷到什么地步呢 穷到叮当滥响的地步 甚至他家里就根本没有多余的吃食 明朝沈德福是个大文人 他有一本著作吧 笔记体的 万历也获编 清朝呢 还有个名称叫周亮公的 他写过一部书影 就根据这两部书呢 就记载 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有一天呢 他忽然发现自己这个女儿 在啃一个烧饼吃 就很奇怪 因为他知道自己家里没钱 买这种东西 就问闺女 你这东西哪来的 他那女儿就回答 是家里仆人张三啊 那儿子 就那个小哥哥给我的 这事放到现在太正常了 那仆人的儿子也是个小男孩 看到主人家 这个小妹妹饿得厉害 自己吃烧饼 顺手就给他一个 不得了了 海瑞一听 勃然大怒 马上大声说 女子岂容慢受童儿 非无女也 能计饿死 方称无女 这对古汉语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 男普张三那孩子是个男的 你一个女孩 怎么敢从一个男人手里 拿东西吃呢 男女瘦瘦不侵 如果你是我海瑞的女孩 就应该去饿死 这样你才有资格 做我海瑞的女孩 还别说 她那女孩虽然才五岁 性格和她爹一样 非常刚烈 听她亲爹海瑞这话之后 绝食其日 小女孩饿死了 海瑞这个事 肯定显现出 她是孔梦之道的信徒 但是就连大儒孟子也说过 扫匿不圆 是豺狼也 男女瘦瘦不侵 李也 扫匿圆之以守者 权也 孟子你想顶级的大儒 就连她都认为 如果嫂子掉到河里 作为小叔子 完全可以伸手救她上来 虽然说这两个人 男女拉手了 但是也不算违反男女瘦瘦不侵 这样的骨训 海瑞这个人就极端了 她五岁的小女儿 从男谱那小孩手里拿个烧饼 在她眼里就该死了 因为就违反了男女瘦瘦不侵 这样的骨训 从这个事看出 海瑞这个人太极端了 而且极端到不尽人情 不人到账的地步 如此极端的人 但是他一直有清明 因此龙庆帝上台之后 就重用海瑞 海瑞这么一当官 你想他就得罪了一大批的官员 而且当时的首府高拱 也非常厌恶他 干活干了没多久 海瑞得最后还是被停职 得付钱在家 张居正上台当了首府之后 毕竟海瑞的名气太大了 朝野不少人都开始向他推荐海瑞 甚至连当时的万里小皇帝 都知道海瑞绝对是大明朝难得的清官 大忠臣 应该重用他 海瑞自己也非常自负 马上就有那种大干一场的意思 对张居正来说 他会用海瑞这样的官员吗 张居正是个非常冷静的 实干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家 他是个实用主义者 还别说他就是没有重用海瑞 甚至没有启用海瑞 为此他亲自给海瑞写一封信 说明他当时的苦衷 三尺之法 他不兴吾酒矣 供奏而交予神末 意其不堪也 恶然沸腾 听者慌惑 普谬田君轴 得参与庙堂之末义 而不能为朝廷讲奉法之臣 催浮言之义 有声溃言 张居正信中这话说得很委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作为首府 最终呢 竟然不能重用您这样的人才 确实我感到非常惭愧 我们古代文人说话写信 那绝对是一门语言艺术 表面上张居正特客气 对自己没能重用海瑞的身表惭愧 实际上在前面那几句话 也是比较直率的告海瑞 我内心再惭愧 我也不能用你 因为无论你到哪里做官 当地人都受不了 当地的官员都受不了 当地的行政系统更受不了 特别是江南那地价 就禁不住您这番瞎折腾 由此可见呢 张居正他对文人政治和文人体性 有他深刻的认识 我们中国的古代政治家呢 一般都首先是文人 你想都是经过科举考试上来这样的人 文人肯定他就有文人习气 文人习气呢 有好利面 但是肯定有不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生造是非 喜欢作秀 嘉靖皇帝虽然这个人很昏庸 很坏 但他对海瑞这样极端的人呢 他也有一种评价 也不失中肯 嘉靖帝对海瑞什么评价呢 卖职求名 海瑞当时他那种个性 他那种表现方式 他那种围观方式 那处于高效运转这样的国家机构当中呢 完全他就是个另类 把海瑞当个清官模板是可以的 真正让他围观一方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我们要知道在现实的官场 海瑞和所有的同事都是仇人 他肯定在一个地方干不长 干不下去 干不好 海瑞方面呢 得知张居正的首府不用他 当时就气愤的大声嚷嚷 举朝之势 这些富人也 我们看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得到朝廷一件用 他就把官场所有的人都骂 张居正不用海瑞 就是他深知海瑞的为人 也深知呢 他是清官 但就是不能用他 以免海瑞这样的人呢 搅局坏事 由此以来 这张居正到底要用什么人呢 那就是用那些能干活的人 会干活的人 用脚踏实地 这些有能力的人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 张居正就是要启用技术官僚 在明朝当时那种传统的文官主政的政治环境当中呢 张居正能有这样的见解和眼光呢 实际上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张居正组政期间 他重用的各级官员 确实都是那些脚踏实地能办事的人 所以才能使这个万利新政啊 发生的这个翻天覆地势的 这样的效果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明朝的黄河水患 多年是无法解决的 为此呢 张居正也特别焦虑 如何治理黄河 这个朝廷当中的那些河道啊 还有那些曹运的那些大臣们 也一直争吵不断 争吵不休 张居正本人呢 他不是专业人士 他不知道怎么治和 因此他也拿不定主意 不久呢 他就听人说 原来公布啊 有一个叫潘继逊的 这样一个低级的小官 曾经多年参加黄河曹运的治理 非常有经验 但潘继逊 他的这个具体的治和方法呢 往往得不到他的上司重视 因此呢 他就一直屈居下辽 就一直是小官 张居正呢 就不耻下问 亲自登门 向那个潘继逊啊 请教 那么这个潘继逊 是否是个真的人才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比本草纲目还早的 一本农书 本草纲目啊 我们大伙读过历史书都知道 这是明朝李时珍 在继承和总结 明代和明代以前的 本草学成就基础上 结合这个作者本人 长期的这种实践吧 他长期像药农啊 民间医生啊 和普通老百姓 学习采访 给他积累了 大量的药物学知识 然后写成了一本书 李时珍写这个 本草纲目啊 参考明代和明代以前的 各类典籍800多种 经过长期 他自己的刻苦时间和钻研 经历了数十年 他在编程的 这样的一本药物学巨著 但大家好多人都不知道 李时珍这本本草纲目 他书中啊 援引了另外一部书中的 大量内容 那部书是什么呢 那部书就是明朝的那王爷 周王朱秋 所写的旧荒本草 建文帝之后 萧帆嘛 把他好几个书说 要不就抓起来了 要不就把他的 三昂封地给转了 当时就把他 西居到云南的萌画 云南之行呢 也让这位周王朱秋 充分了解了 底层百姓的艰辛 后来呢 朱棣了侄子建文帝的地位 他当上皇帝了 朱秋呢 等于又变成了 一个正常的王爷了 毕竟他的兄弟 这个朱棣上位了 朱秋悠游岁月啊 他就在日后的这个时间内呢 完成了他的这本 旧荒本草 这本书呢 顾名思义 是一本呢 可以在荒年旧荒的 得是可食用野生草木的 这样的一个集结书 不仅如此 这本书还是一本什么植物学啊 药材学的巨著 旧荒本草呢 飞上下两卷 记载植物414种 每种植物还都配有精美的这种木刻插图 就可以让人啊 拿这本书啊 就比绕着那些图啊 就直接找到当时的那种草木 每种草木的可食的部位 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什么 叶可食 根可食 果实可食等等等等 分的特别细 朱秋在编撰这本书的过程呢 还非常严谨 首先呢 他亲自访问那些老农 学习辨认这些草木 同时派人搜集各种植物 然后他又亲自在宫内栽培 仔仔细细地观察 然后让他手下人 包括他本人都试吃 试吃之后呢 又记录下来 发现和记载这些草木的 食用和药用价值 甚至呢 他对于一些有毒的植物 也给出了食用方法 就是这些有毒植物当中 哪些东西是可以食用的 是没毒的 因此呢 朱秋的这本旧荒本草 它不仅利于在荒年旧荒 也有利于普及植物学的知识 影响非常深远 因此李时珍 在他这个本草纲目当中 才选用了这么多 这本书的内容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我会说出这个词呢 我估计屏幕前的大朋友们 小朋友们一定会苦笑 这KPI啊 经常压得我们这些打工人喘不过气来 美老师一提KPI 估计您马上就想 这该死的制度是从哪来的呢 答案实际上非常简单 中国历史呢 远远流长 肯定是从古代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 KPI呢 现在虽然是三个字符 但是呢 它在中国呢 也有它的这个源头 把这种KPI发展到极致的 就是明朝的KPI狂人 首辅张居正 他管当时的KPI考核制啊 叫考成法 实际上呢 就是给各级官员制定KPI 我们现在的公司制定KPI 肯定就是公司盈利啊 而张居正考成法制定的 最根本的目的 实际上一样 就是为了解决 当时明朝的财政危机 我们上一集就说到 这个治理黄河 这个水患过程当中呢 张居正听说公布 有一个低级官员 叫潘继逊的 这人挺有本事 于是呢 他就亲自去公布衙门里去 找这个潘继逊 一进门呢 张居正就看到潘继逊啊 做了一些这个 模拟黄河水道那种研究模型 通过深入交谈 张居正呢 就知道潘继逊啊 绝对是个干才 马上决定越级提拔潘继逊 就让他主持黄河制定工作 同时呢 为了避免官场那种常见的扯皮现象 给潘继逊的工作造成这种麻烦吧 他马上要上奏万历小皇帝 把两个相关职能部门 就合道和曹运合并了 最终呢 把他变成一个部门 然后就让这个潘继逊总理合曹事务 等于就为这个潘继逊的开展工作 肃清了一切障碍 得到当朝首府的直接关注 潘继逊上任之后呢 对张居正这种知欲之恩 提拔之恩 誓死相报 最终呢 就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黄河水患 张居正死后呢 那翅膀硬的万历皇帝 对这个潘继逊进行清算嘛 一度呢 对这个张居正家族 又斩尽杀绝 这么狠 什么开关分这个路师 这样的惩罚 而那个时候呢 潘继逊当时不避嫌疑 挺身而出 站出来呢 为张居正坚决辩护 潘继逊当时所上的奏书呢 确实是这个非常有理 万历帝呢 又碍于当时他的这种盛名 才没有对这个张居正家族呢 就下死手 由此可见 就是张居正这个时候的知人善用呢 不仅为万历新政推行 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也为他自己的身后呢 预留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缘分 张居正本人呢 确实忠心为国 目光无惧 眼里不由沙子 但人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 明朝的官僚队伍呢 又非常庞大 而作为一个首府 不可能事无巨细 全都照顾到 那么面对多年以来 官僚机构这种拖沓 敷衍这样的工作作法 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呢 对此张居正就提出了 他定海深针 考成法 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之前呢 明朝的官僚主义也是非常盛行 他要改革呢 他就深知 任何改革呢 都会遭到巨大的阻力 变法就是革新啊 毫无疑问 革新呢 就是要与所谓的祖宗惩罚相抵触 而在我们中国 这种传统文化环境当中呢 改变祖宗惩罚 在一个朝代 实际上最困难的事情 我们想一想 当年北宋万石变法 就连司马光 苏东坡 这种当时最优秀的人 都极力反对他 这些人呢 谁都不是坏人 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啊 存在着基本观念上的相互抵触 使得北宋社会呢 当时的全部精英 互相呢 都成为仇敌了 大家由争论 最终呢 发展到争斗 所以当时这些精英的政治智慧啊 最后呢 都在无聊的这种争斗当中 彻底消耗掉 因此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呢 宋代之所以 还一直激入 最终到他的灭亡 根源就在万安石 开始了这场 内耗式的变法争斗上 张居正本人呢 深知历史的教训 为了避免这种 内耗式的争斗 所以他就不会那种 喊口号式的实行变法 中国文人政治的特点呢 就是因为文官们 喜欢咬人嚼字 你如果要改变祖宗成法 祖宗之法 等于就受人以柄啊 于是他就想到一绝招 一下子就堵住了所有反对变法的那些文人们的嘴 张居正这个绝招呢 就是考成法 而他对于自己推行的考成法呢 他绝对不说这是我的改革创新 他反而眼睛据点 说这就是祖宗的组治 在实施这个万利新政之初呢 张居正就有一篇著名的书奏 这个书奏还挺长 请急查张奏随事考成 以修实证书 这篇奏书的名字确实有点拗口有点长 意思呢就是请皇上 颁布实行考成法 这样一份上书 在这篇书奏当中呢 张居正首先就表明 他要进行官僚体制改革的决心 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这种这个考成法呢 就是本朝太祖皇帝朱安章 他定的 我们太祖皇帝早就远见作识 他老人家早就提出过 类似的相应的解决办法 因此呢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我发现太祖皇帝就亲自 下过这个诏令 规定了几条的行政工作规则 凡各衙门提奏过本状 据复写文部 后日各衙门据发落日期 复科注销 过期及还者参奏 凡在外私府衙门 每年将完销过两经六科 行仪刊河 填写底部 送各科收注 以备查考 钦辞 大明会典 就是大明朝最权威的法律文本啊 那么这两段话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行政部门的工作 应该有多个备案 尤其是上作伟朝廷的表彰 就更需要有这个核查和备案 张军邓是寻章摘据 他从大家早已经忽略的 甚至忘记的 明朝初期的法律条文当中 摘出了这些当是以朱元璋名义 批准的内容 以此来说明什么呢 我自己要推行的考成法 就是祖宗惩罚 为了丰富 还是所谓的祖宗惩罚 张军邓还进一步规定 六部所有工作必须与时事登记 也就是说呢 各部门你计划要干什么事 要达到什么目标 和目标的具体数据 具体时间 你都要登记的一清二楚 各部呢 你最终干了什么事 也必须要登记清楚 而这样一个登记成色的本子呢 六部作为国家的行政部门 当然你自己都有一本 另外呢 同样的把这个东西抄两本 一本呢 教监察系统 也就是说与六部相对应的六科 另一本呢 就上交内阁 那么这个登记办案的板子 就叫考成部 为了避免六科 整天在那放炮 妄议朝政 张居正就规定 比登记办案更重要的 就是考核与核查 以后呢 六科主要的工作 就是按考成部 按月核查六部的工作 然后呢 按他们工作完成的情况 提出对六部官员的讲成意见 由此一来呢 六部必须要向六科负责 六科的监察系统呢 则要向内阁负责 内阁方面呢 就可以根据三份相同的考成部 再来分别考核六部和六科 他们的工作情况 内阁呢 是半年一次小考 一年一次大考 最后严格根据考核情况 以此呢 来决定各级官员的升迁和降职 有了如此严谨的制度呢 等于就量化了工作程序 逼出了工作效率 从庄到地方 完全统一的考成法 这样的来执行 这样一来呢 各方各面呢 你也说不出别的意见了 张居正这招考成法非常厉害 我们看他打着祖宗之法的名义 以此呢 来严刑俊法 最终等于保证了官僚制度改革的 这样的时效的实施 张居正改革法令推出之后呢 当时的这个明朝官场啊 没有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 谁也不敢议论这个考成法的 是是非非啊 因为这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 是大明会典里有据可查的条规 你谁都不敢下议论 谁敢下议论这个考成法 那等于就是妄议本朝的太祖皇帝 所以呢 张居正打这个祖宗成县的旗号 就一点没有受到阻碍的 彻底施行了 这个看似简单 却又非常有效的考成法 考成法呢 另行进职 立竿见影 这项改革啊 不仅实施了 而且还令人意料的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绝对是立竿见影 首先呢 考成法本来就是奔着官僚体制改革去的 因此励志问题呢 首当其冲 就马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那么根据这个国阙那本史书记载 在考成法深入执行的 那万历九年那一年 仅仅是明朝中央裁减官员 就达到419人 地方呢 那些荣官 裁减这个人数多达902人 而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内 依据工作业绩 依据考成法被降职 或者被提升的官员呢 他更是数不胜数 当时这些举措呢就等于给这腐朽成就的这个明朝官僚军队呢 当政法实施之后呢 明朝朝廷的政令啊绝对是上传下达 非常通畅 就算当时遥远的边疆地区 随万里外招令而西奉行 当然他这个比喻也是非常形象的 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早晨 从北京才下到晚上呢 远赞万里之外的边疆地区 都能够招令执行了 这种工作效率呢 绝对是非常值得撑到 当然他这个也是一个比喻一个夸张 在明朝那种交通 即使是快马送那个文件 当天晚上也送不到万里之外 第三个方面呢 考成法实行之后呢 明帝国财政状况得以根本性的好转 我们想一想 张居正从高拱手里接下来的 大明帝国绝对是个烂摊子 国库当时已经空虚到几点了 甚至户部连的公务员 连朝官的工资都将要发不出来了 每年财政赤字呢 多大200到300万两白银 张居正的考生法一实施 在开源和节流方面 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效果 我们先说节流 张居正面对这种经济困难 可以说是想尽一切办法 他不仅自己很节俭 还号召从李太后到小皇帝 再到群臣都要节俭 说了节流我们再说开源 考生法的实施呢 就使得开源方面的收获那就更大 当时明朝土地兼并非常严重 好多土地呢 都隐瞒在当地那些大地主手里 因此税收拖欠非常严重 而张居正呢 就是按考生法 等于下指标给各地的税收官员 把这个收缴拖欠的赋税呢 作为衡联官员业绩的考核标准 还这样一来 地方官员干就就大了 往年拖欠赋税的 十分之七八 一块都交上来了 等于就是把前七八年 那个漏掉的财政税收 都收到了张居正 这个中央政府手里 明帝国的经济状况 一下就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所以说考生法 你看他对这官僚制度的改革 确实是起到效果非常明显 又能开源又能节流 经济体制等于 这一下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四个方面呢 考生法在集权制度方面 取得巨大的成效 我们前面许多集都说什么张居正啊 高拱啊 徐杰这些人 经常还对他们用到宰相这个词 但严格说起来 这种称呼是完全错误 因为明代初期 那个胡庸案之后啊 朱元璋就把宰相啊 给那个取消了 他当时就怕宰相的权力太大 对皇权造成威胁 而朱元璋的老皇帝 一个人的亲礼证物 每天批奏折 都要挤大框 身子乳根本就受不了 于是呢 他就让汉林院的学士们 给他当秘书 等于当时就组成了一个内阁的班子 因此呢 明朝初期的内阁 就是一帮文字秘书 从行政权方面来说呢 最高的行政权 那肯定就是皇帝了 除这个皇帝以外呢 还是有这个 以立部为首的那个六部 监察权呢 就在督察院手里 这两大机构是相互平行的 所以内阁在最初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对皇帝 一个人负责的 一个高级秘书处而已 一个秘书班子 那个时候呢 他对行政系统的六部 和监察系统的督察院 根本就没有领导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内阁呢 这些人最靠近皇帝 内阁成员呢 往往又身为六部长官的 大学士担任 因此内阁啊 对这个六部就逐渐有了 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权 内阁慢慢呢 就掌握了最高的行政权 但即便如此呢 内阁对监察权 还是没有控制力的 为什么明代的阎官 这么嚣张 就因为他们可以 直接向皇帝负责 直接向皇帝上奏书 而张居正的考成法 实施之后呢 六部向六科负责 六科呢 又向内阁负责 等于就变成了行政系统 要向监察系统负责 监察系统呢 要向内阁负责 由此一来 内阁就名正言顺的 掌握了行政和监察 两大系统的最高领导权 由此一来呢 内阁首府 那就真的和从前的宰相一样了 就真正拥有了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这种绝对权力 所以呢 张居正执政的十年 虽然说他没有宰相的称呼 但他这个内阁首府啊 他的性质 已经和前代的宰相 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想一想 中国封建政治 本质特点是什么 就是极权政治 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下 如果没有极权制度的保证 好多事你根本就做不成 所以呢 张居正就用这招简单的考证法 把这个整个权力系统给清理了 给理清了 为他的日后的变法行动呢 就打下了非常牢固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基础 因为皇帝一个梦 而成为壮严的这样的书生 明太祖朱安璋 有一次啊 在这个大明朝的殿事之后 在当天晚上 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他就面对大殿上啊 钉了一个特别大的钉子 钉子上面呢 还坠有了好几柳的白丝 还悠然飘扬 转天早上醒来 专章想哎呦今天都是放旺之 我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异梦呢 于是呢就派人把考生的花名册 拿上来了 把这个位列三甲的名字 一一看个遍 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 就引起了专章的注意 这人叫什么 叫丁险 丁险于梦中 难道这个人就是状怨吗 周安璋再仔细一看 一看这丁险的名次呢 不过是位列三甲第五名 这样一来呢 你把三甲第五名提到一甲投名 好像是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思来想去 周安璋就觉得这是天意 于是呢 他就叫人把这个丁险的试卷 拿回来自己亲自要验看 丁险的这个英式文章啊 写的并不是说多么惊艳 但是不少内容呢 也是切中要害 切中实弊 于是周安璋高兴了 亲定丁险为一甲投名 放榜当天 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 心想这丁险是什么来头啊 还怎么一下被皇帝亲点为投名状元呢 丁险中了状元之后呢 朝廷就受他为汉林院修传 当官之后 丁险为官还是挺正直感言的 说起话来呢 写起奏书来也毫不忌讳 但他这个人性子这么直 书生义气 因此就惹这个丁险啊 对他越来越生气 越来越不高兴 看他不过眼了 于是有一天 就下诏 把他扁往边关 发配了 此后十五年间 丁险呢 一直在边关度过 最终是郁郁而终 病死在当地的猥琐了 明太子丁险得惜这个消息之后呢 非常震惊 对周围的官员就讲 丁险的年少气盛 朕把他派往边关这些卫所 本意是想磨练一下他 谁料想 卫所这些武夫将 把他给折磨死了 于是马上下旨 把丁险所在卫所那兵将 统统够治罪 可怜一个好苗子 因为皇帝的一梦而起 最终呢 阴指而折